阿露哈的吃咪咪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今天晚上9點完了一樣 又是我們的隨便聊 隨便打環節啦 最近真的是處處都是困難關卡喔 打完一關又是一關 不知道今天晚上9點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今天本帳幹什麼東西呢 本帳啊 最近我們1.9版本更新之後 我們這邊的這個 天草四郎啊 是可以進到一個這個進化的一個階段 不過他是必須要我們一個這個 彩虹貓薄荷的這個種子 還有我們這邊的這個 惡魔薄荷的喔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的時間點啊 剛好是可以打我們那個惡魔薄荷的喔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 能不能讓我們這個天草四郎給他進化一下 今天應該可以再等一下 因為我剛剛有看這個日程表啊 他這邊有寫啊 就是 我們目前來說的話齁 現在時間點是這個 終極游擊經驗值 然後6點的時候會有這個進化的這個彩虹貓薄荷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先把那個就是那個什麼 先把我們這邊的這個惡魔薄荷先刷完之後的話 我們6點的時候應該就可以來打到我們就是那個 才有貓薄荷的種子了好不好 那我們就直接走起 惡魔的妮男 看一下裡面是什麼 裡面都是惡魔系的角色 我們看一下最近有沒有就是比較少出場的那種惡魔系角色 來看一下 打這個惡魔族的 應該會有一些 比較深的面孔吧 來 這邊的話撿蛇麻雀 然後 這個吧 露西法很少讓他登場 今天讓露西法秀一撲好了然後 把這套換下來這關有惡魔的那個就可以安裝了喔 然後 還有誰 後面還有誰是比較少看到的 好像就差不多這些對不對 就這個露西法啦抽到之後就很少再用了喔 應該說基本上沒有什麼讓他登場過然後還有這個 大賢女莉莉啊應該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那用這套隊伍然後 崇高的這個露西法的話喔他這邊是那個 烈波攻擊然後烈波傷害無效 那一階段的話呢好像也是一樣的喔 因為有些角色一階段跟二階段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喔 那我們就這隊走起 然後希望能夠刷到我們的 惡魔的這個貓薄盒 我們刷兩個就可以了喔 刷兩個就可以讓那個 天草獅狼給他進化了喔 進化起來的話我們今天就可以看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好 那這個過薄關卡的話應該還算蠻ok的啦 反正是獸食關卡稍微比較恐怖一點點喔 哇 什麼時候才可以 把所有的蛋蛋都全部都進化呢 這一次基本上的話也是多了超級無敵多隻 那個需要獸食的這個角色也是挺麻煩的喔 好 先把錢包生一生 然後這邊打了塔之後呢 裡面出現了我們漆二跟我們的蛇蛇還有我們的這個熊熊 都是惡魔族的 惡魔族的這系列的角色比較麻煩的是他們會叫那個烈波出來喔 啊 我們這邊這個 妖賢女應該是 就是不是那個不是大隻的大賢女 應該是用我們之前通關的隊伍吧對不對 喔 真的很晃欸 妖修 欸等一下 我們是不是要爆了 我怎麼感覺好像我們要爆啦 喔 好險好險 這邊的話我們這個 妖賢女莉莉這邊的攻擊應該還算是ok喔 只是不把這隻熊給打死的話我們應該會 直接賽劍say goodbye吧喔 我們這邊先把速度放慢下來 反正你只要後面打不贏的關卡啊 就是盡量不要出太快啊 就是那個 盡量加速給他按掉啊 加速就是把一些比較重要的角色解決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開加速 這樣就ok了喔 哇 這個熊 這隻熊有兩隻欸 妖修 爆爆爆爆 有兩隻這個熊 喔 那我們七歲歲這邊是沒辦法直接破他盾的喔 有點尷尬 只能靠我們這個惡魔舉牌人了 哇 有點難破啊 天啊 哎呦呦呦 破了破了破了 好像才破一隻的而已欸 喔呦呦呦 一個死了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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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一隻的話應該比較好一點點 妖修女破盾 nice 喔 結束 加速給他開起來 目前來說我們需要兩顆啦 所以是希望就是 這一關打完一顆 然後 下一關我們打完再一顆 然後我們就可以等六點的那個 彩虹貓薄荷種子的這個時間了 所以是有這個彩虹貓薄荷的這個關卡的話 才會掉彩虹貓薄荷種子 對 我記得沒錯的話是這樣子喔 惡魔的男男 細語 應該是ok 拜託掉 惡魔種子加1 阿白絲 喔喔喔喔不對喔不對喔 這個要刷多一點喔 因為他不是給我們那個薄荷的 這個是要刷種子的啊 哇哇哇哇哇哇哇 那我們要刷到十顆欸 哇哇哇哇那有點麻煩 沒關係沒關係 先刷刷刷刷一下喔 我們待會再派一下那個大仙女出場喔 我們就可以就是 把畫面轉到那個六點的時間了 我自己現在會把他刷到那個十顆 對齁 八七了 一來兩顆的話要十個欸 哇有夠貴喔 要刷超多欸天哪 好恐怖好恐怖 要刷超多個的 因為我們這個惡魔貓薄荷的話 好像基本上是靠種子盒上去的啦 他就是沒有那個 單純的就是那個 薄荷的這個關卡 他不會直接掉薄荷給你喔 你必須要合上去這樣子 哇怎麼那麼嚴苛吶 怎麼那麼嚴苛 先把加速關掉 開個毛泡 好然後 錄西法 完了完了拜託拜託 喔nice OMG 喔nice 哇這邊爆慢速度一點點啊這個熊熊的這個 這個攻擊也是蠻噁心的 可是這邊我們露西法好像沒有打到一個那個裂坡 拉斯沃斯渾身一擊 沒有 這場好像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囉 所以這場我覺得應該比較麻煩一點點 快破他的護盾 完全拉斯沃斯來個渾身一擊直接大爆炸 哇沒有 哇他們那個 盾牌又回來了 露西法 沒破到盾 只能靠我們這個小人了 剛剛也是靠小人破盾的喔 哎唷喂啊完了 加油 扛住啊 啊沒有太難啦 太難啦 等到一個這個妖賢女了 哇看露西法這邊好像是沒辦法直接破盾是不是 好像是這樣子耶 百分之百秒破盾的話應該就是那個了 就是我們妖賢女了喔 來來來 咻 有兩隻直接死掉 果然還是得靠妖賢女啦喔 那待會我們就放一下那個 大賢女莉莉來秀一波 哇這個種子真的要刷超多的 沒關係慢慢刷 所以大家平常都可以看一下日程表啦 自己拿一些比較缺 然後剛好你上線的時候你自己有體力的話就是給他刷一刷喔 那難怪哲平的那個 哲平的那個眷眷存了那麼多 那就是因為平常都沒在刷 摸不和兩個 好我們這邊把他換成那個 最大隻 大賢女莉莉 哎 他是本來就已經是大賢女莉莉了嗎 剛剛看起來很像妖賢女莉莉耶 好來看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大賢女 其實他兩隻長得還蠻像的啦 目前來說長得最不像的話大概就是那個了 喔就是真的有區別的話就是他的那個自己的那個原本樣子跟那個泳裝喔 這兩個是 是比較能夠區別的 一般進化的話就不太能區別了 我一直以為他 我們剛剛用的是那個 一般的這個邀錢女 普通邀錢女 喔 對啊感覺好像是耶我不知道 看不太出來 我們先讓他過去然後先幫他們破個盾 然後我們這邊小惡魔也是要發 有喔有喔 打喔 不是吧 這大賢女莉莉 是不是剛剛都沒有表現好 他這次直接把他們給炸爛耶 這才是大賢女的威力吧 轟到一個爆炸耶 太猛了吧 我直接不怕了耶 我直接敢開加速了耶 可以 先把一隻熊熊給擊殺之後的話 第二隻就會比較好殺了喔 NICE NICE 惡魔的妮男超級難 直接刷掉 好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會再去打一下 就是我們6點這邊開了這個 貝殼貓貓總值的關卡 打完之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天草赤堂進化之後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囉 沒有問題 最棒的地圖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等到我們6點啦 那6點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彩虹薄荷啊 這邊是直接出來了 那這個的話應該是有機會可以獲得 就是我們那個啦 就是有機會獲得我們就是那個 彩虹貓薄荷種子的喔 那如果拿到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讓天草赤堂進化了 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然後再去打一下我們的這個 惡魔的這個關卡來看一下 或是他可以 其實搞不好可以打超獸啦 到時候再看一下喔 今天就讓一下這個 這請目前來說 抽 這是當初啊 就是貓蛋這個賬號裡面 抽過最貴的角色就是他了 好不好 我記得沒錯的話 當初好像花一萬多塊 超多的 有夠白癡 狂課猛課 那個不信邪 最後 慘死 呵呵呵呵 應該花的超級無敵多罐頭了喔 一萬多罐頭 直接直接 客到有為止 沒有因為我這個人就覺得 你都已經抽到 抽到第一步了 你不把他抽出來 整個就很浪費你知道嗎 哇夭壽 最貴的喔 當初哲平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抽過最貴的角色 大概就是他了 真的 有夠貴有夠貴 那這個啊 極彩色這個真實的這個關卡 比較麻煩就是他的那個 他的這個遊戲裡面 基本上這個關卡就是顏色很多 所以這邊組了也算是一個比較 雜色隊的喔 那如果大家有這些角色的話 應該都是輕鬆眼啦喔 因為他裡面有這個布石又有鋼鐵 然後還有古代種跟紅色敵人 所以這邊就這樣調配 那打贏之後應該就可以拿到我們的種子囉 拜託拜託 請給我種子 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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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囉 拜託囉 貓不合 我不要貓不合啊 我要種子啊 哈哈哈哈 我要種子呀 然後我私底下已經把我們就是那個惡魔包薄盒都已經 刷好然後合上去了 所以到時候我們可以就看一下就是 該尾這邊直接刷完 直接走起 直接去讓那個天草修浪直接進化一波 完全沒問題 沒問題啦 好不好 來 走起 來把我們的這個貓頭鷹弄屎 呃 比較麻煩就是這關有很多那個啦 一般性敵人還有紅色敵人還有鋼鐵敵人跟那個古代種那整個都是大雜燴的 所以我們這邊我們這個隊伍也算是比較大雜燴的一環有沒有看 有紅色有打鋼鐵的還有這個 傳說西有便器有沒有 然後在初號機打這個不死敵人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不死輸出 這是這種關卡最麻煩 然後天使系列的話靠我們的這個零號機啊 你就可以打這個天使小雞 天使雞 弄死弄死 弄死弄死 來拜託希望下一個就讓我拿到種子 結果又是薄荷就好笑了好不好 這搞不好 根本不會掉種子 因為我已經忘記到底是哪一個關卡會掉種子你們知道嗎 我已經完全忘記了各位 好珠珠拜拜 就剩下你們啦 來全部打翻拜託是我種子 還是要進到那個1X關卡才會有種子啊 看一下喔 薄荷 啊這個這個對對對對對 這個這個這個 你要挑戰玩這個才會有好不好這個 奇蹟紅柴種 欸這就是我們的種子啦 那這關的話其實挺麻煩的喔 但怎麼用這套隊伍應該是兩個都可以打過 所以我才會就是 存這套隊伍 欸古代松鼠會不會太囂張啊 哇 那麼小掰的嗎各位 第二個關卡比較麻煩就是你接關之後啊 你是沒辦法帶就是任何道具效果 比如說你有帶什麼MAX或怎麼樣的話 你第二關是完全用不到了你們知道嗎 這就是最麻煩所在 泰迦碰塔是什麼 呃 剛吸一腳欸各位 這關可是有剛吸一腳的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要怕死了各位 嚇都嚇死了剛吸一腳 趕快在這之前趕快把他們給避了拜託 求你啦珠珠 趕快打死然後這邊的話 這個 欸可以水水水水 肉骨獸先把鋼吸一腳給打死了 穩穩穩穩穩穩 好不好 哇鋼吸一腳沒了一切就輕鬆 但後面有一些企鵝想鑽 企鵝還想鑽 後把你打到後面去 弄死弄死弄死 再見再見 喔還有噴噴小老師 難怪我們會帶粉紅奧基喔 粉紅奧基其實我還蠻喜歡他的能力的欸 就是那種妨礙效果的喔 他會有三種狀態的這個還蠻不錯的 弄死弄死 好啦這邊的話應該是百分之百拿那個種子的吧 欸如果他不是百分之百拿種子的話我會很尷尬喔 應該是吧 是吧是吧你是吧 是了吧 奇蹟的這個彩虹種拜託了 應該是了吧應該是了吧 求你啦求你啦 求求你啦 種子 YES好沒問題 好那我們今天重頭戲來啦 今天的目標就是讓我們的好不好 天草士郎 三階進化來 天草士郎 三階進化 怨赫魔神天草上第三階進化後 體力與攻擊速度上升 好像沒有特別的一些能力 看一下會變成什麼樣子 喔 喔 噴狼火欸 確實蠻帥的這感覺就是跟惡魔族有關係啊 對不對 應該是有吧我們來看一下 惡魔族能力 對惡魔有效 然後 烈魄傷害無效 然後這邊的話是超大傷害 所以他是打惡魔族超大傷害的喔 好那我們今天先讓我們的這個天草士郎啊 先進化一波 我們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看一下有沒有一些就是比較有趣的一些 惡魔族的關卡再讓他秀一波啦 我是覺得 目前來說其實 其實戰國武將系列他們的這個 欸三階啊都蠻帥氣的 可是天草士郎這邊好像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是我們這個 藍色火焰的 我是覺得真的蠻帥的 你們覺得呢 也可以在這邊分享一下 你們自己一些想法 好不好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喔 我記得他好像是唯一一隻藍色火焰的對不對 因為其他隻好像都是那種就是 紅火那種感覺 喔 如果沒記錯的話 來 瀑布還沒進化對不對 你看成田甲斐這邊的話對紅火 然後你看 就這個天草士郎他是藍火的 真的蠻帥的 看其他這基本上都是那個 紅火狀態的喔 所以 還有這隻 伊達正宗也是紫火 他也是藍火 所以基本上都還蠻帥的啦 其實戰國系列跟這個龍族系列的話 我自己個人都蠻喜歡的 那你們最喜歡哪個系列呢 或是你們覺得天草士郎這一次 三階進化有沒有很帥氣呢 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想法 那下一次我們再打一下這個惡魔族的關卡 來秀一波我們天草士郎囉 那視頻再見囉 大家 掰掰囉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看看 就它的軍火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